大家好 分享下女排霸凌姐妹花 李在英 李多英的消息 近日李在英 李多英 接受了KBS电视台的专访 韩国女子职业 排球新国生命队 放弃了因学校暴力争议 而引发重益的李在英和李多英 双胞胎姐妹的选手注册 这是不是意味着 可以参加其他俱乐部 进行打球活动 付出的计划泡汤 李在英和李多英 在学报事件后第一次 接受了采访时主张 我会一生反省 但是仍然有很多夸张的部分 在冰冷的舆论面前 新国生命发表了立场 放弃了李在英和李多英的选手注册 李在英表示 对于伤害她的行为 我感到非常抱歉 而李多英表示 虽然不会因为一次道歉而洗刷掉 但如果一辈子都有这种心理阴影的话 我也想反省一辈子真心的道歉 但是受害者的记录文章部分被夸大 还有很多不是事实的部分 李在英表示 我拿刀刺到脖子之类的事情是完全没有的 我只是拿着刀骂人而已 我和妈妈在对 在对方面前跪下道歉 对那个朋友说对不起 我做错了 她也接受了并解决了这件事 虽然发表了道歉信 但因起诉爆料者而受到强烈批评了他们 对急于查验官司的新国生命队 也表现出了不满 我想明确的表评 具体情节不是网上说的那样 但是俱乐部要求我必须写道歉信 而且道歉信的格式也全部发过来 要我照着格式抄写下来 球队说那样才能快点解决问题 这是她接受采访的一些部分内容 对于拿着刀没有刺别的脖子 但是拿着刀威胁别人 本身就是已经是犯罪了 是吧 这一点好像她还没有意识到这个错误 还是希望能好好地真心地反省 早点打球 必定他们现在还年轻 挺可惜的一对姐妹花 如果清国生命队 因为他们放弃了选手注册 我觉得好像是可以到其他俱乐部进行注册 也许这是一个好事 但是不知道其他俱乐部敢不敢接受它们 谢谢